在看民政時期的台灣之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還找得到我嗎?我來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幅畫 蠻有趣的 這幅畫它主要描繪的是澎湖天后宮 但是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 跟我們現在看的沒有太一樣 因為這個澎湖天后宮是喜歡文化的 他們認為我們的媽祖 可能就跟耶穌或是瑪利亞一樣 是站著的 旁邊的七一眼跟樹峰 就像戶櫃一樣 也是站在旁邊 基本上它就是當我們的廟宇小廳 跟他們的教堂一樣 所以才創作出了這幅畫 蠻有趣的畫 這是一個體外畫 還蠻有趣的 它有沒有進去的 只是想像的 所以他們都會放在這裡 明正時起 有幾個比較重要 對台灣重要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 鄭成功 它帶了很多故障來到台灣 可是台灣沒有良心 所以它是要派兵出去 對不對?所以現在的地名 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地名都是那個時候你留下來的 比如說 新營 或者是 秦室的大營 就是台南的地方 或者是高雄的左營 或者是台南的祖政 這些地方都是指 當時 鄭成功的部將出去屯墾 所遺留下的一些地名 那當時 比較 大家比較知道 就是在鄭成功 那個去世之後呢 由他的兒子鄭慶宋 在進行他的那個 位置 然後把台南 台灣 塵埔這個地方改成 那個 東尼王國 然後 他的軍事 陳永華 他建造了 就是台灣的第一間大學 他在全台首次 就是台南公廟 當時 他的地位 他的地位就相處於 金鐵的台灣大學一樣 或是全國最高的學位 那 呃 大家應該都有 看過那個 那個陸頂級對不對 可能有些 兩天級 應該沒有看過 陸頂級裡面 是有一個 陳敬男 然後是有一句話 平身附近 欸不是陳敬男 就陳永華 那個陳敬男 就是那個陳永華 他是那個 天敵會的一個 湯 那他在台南呢 其實有非常多 就是關於 天敵會的 一個 一個足跡 譬如說 在台南的台南公園 是 天敵會 一個不愧之前 會去那邊 後敗的一個地方 那以前在這個台南公園 對面呢 還有一個 就是天敵會的 這個 總極地 那也有些事 沒有 這個紅墨市 但是他現在已經拆掉了 所以就是由 這些種種的 遺留下來的遺跡 可以看到 就是當時 明正時期的台灣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 精采 好 那明正時期 明正時期 在鄭克爽的時候呢 有清朝派出一位大將 叫施郎 把台灣攻下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幅有趣畫 這幅畫就是 清軍跟那個 鄭家軍 互相對戰的一個 一個場景 那上面還有媽祖 顯靈幫助那個清軍 所以施郎呢 認為是媽祖 顯靈 幫他 贏了那個 什麼這場戰役 所以原本 原本我們侍奉媽祖 叫 原本侍奉媽祖的廟 我們叫天妃公 後來就是施郎 奏請那個康熙皇帝 把這個天妃 把媽祖 升格 變成天后 天后公 天妃變天后公 那所以 我們在急往前 所以我們有 那個 對 我們全台最老的一塊石碑 叫做平台極略碑 這一塊石碑 就是放在目前台南市的 大天后風裡面 那 那那個 當然 當然 它那個徵集 它上面的字是比較模糊的 那 廟方還有提供就是 它上面到底寫 刻了哪些字 那有興趣的民眾 也可以 就是前往我們參觀這樣 這個全台最高的一個石碑 好 那 我們接下來進入第三個部份 這個行長 就請了